如何为我们画好的款式图进行上色,我们选择填充,这里选择第一个单色填充,选择一个我们喜欢的颜色,左键直接点击。 想要更改颜色的时候,我们直接选择一个颜色,直接左键点击即可进行更改。 当我想要两个颜色同时填充的时候,我们可以用绘图工具里的矩形,这里勾选时心。 选择窗口。 选取好之后,我们选择填充,图案填充。 袖口部分,我们可以选择旋转填充,这里可以输入角度。 另一侧,我们可以输入复数。 填充好之后,我们可以添加文字。 这里我们可以输入想要的文字,这里更改文字的大小。 直接点击颜色,可以更换文字的颜色。 点击确定。 选择窗口。 选取款式图。 选取好之后,我们选择换色。 这里点击配色。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多种颜色,供我们选择。 当我们点击上面的1的时候,我们可以看到,1的颜色已经被关闭了。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一个颜色。 它会自动到我们右侧的这个工具栏内。 我们在屏幕上面左键,会自动滑动。 暂停的时候,我们左键再点击一下。 当我们选取一个我们喜欢的图形的时候,我们在这个上面右键,点击取图。 左键点击一下。 这样我们简单的上色就完成了。 转换。 转换。